李善君27日上午金城离世 享年48岁 而李善君原本预计中午12点出病 但仪式时间提早了半小时 11点30分左右 便着手准备送他最后一程 而还没稍早也曝光了现场照片 只见李善君的官就覆盖着白布 上面白有鲜花 四位亲友合力抬官 妻子田慧正则是抢了一层 忍着眼泪站在身后 然而当她的官就送上临车时 田慧正最终没忍住情绪 拿着手帕无脸暴哭 而这也是她事发后首度露面 让人相当不舍 此外当时临车的身后 也占满了50位圈内重心 不光她生前在影坛的好人员 这也是她事发生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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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事发生了